桃园续腹制药厂在中午12点14分发生了爆炸 随机厂房起火燃烧 警销人员获报之后立刻前往救援 但在风势助长下火势并没有扑灭的趋势 更进一步的情形 马上把时间交给记者陈子阳 主顾观众中午12点15分左右 桃园卢竹区的这边的工厂 也就是续腹的制药工厂 突然发生了起火的意外 那么记者人家其实在起火点 大约是100公尺往后延伸 其实通过画面您可以看到 在后方的机械工业的公司 现在也遭受到大火注农了 为什么烧得那么快 就是因为火灾发生之后 这个风势实在是太大了 因此火警从起火点的续腹制药 往后一直在延烧当中 目前都还没有获得控制 而警销人员其实在这个阶段 是不断派人来到现场 并且不断投派车辆以及人员到这边 不过第一时间他们在现场 其实没有办法冲进去火厂里面了 因为就算在后方工厂 遭受波及工厂这边的大门口 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可以看到消防人员 因为安全的问题 目前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了 那么这起火警呢 发生在今天中午 大约12点15分左右 现在的话到下午的2点半 还在持续延烧的 要什么时候会扑灭呢 现在还不得而知 因为这延烧的范围实在是相当的大 而且还有两名的这个员工来进行送医的 根据了解这两名员工呢 都是这个续腹制药的员工 其中有一人呢 是全身90%有三度烫伤的部分 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目前的话还在急救当中 那么其实现场的相关人员就相当的担心了 因为这火势啊 其实从续腹一开始 全面最燃烧的地方呢 其实一开始已经算是扑灭了 但是风势影响的关系 火势持续往后延烧 你可以看到画面当中 有许多的灰烬啊 被风慢慢的这样卷起来 连一旁的车辆也遭受到了波及 全部都是烧焦的痕迹 而且还在持续往外烧 那么呢 这现场延烧的话 现场起码波及了大约是6家的工厂以上 会不会再往后延烧 其实是消防队员目前面临的这个重大的考验了 也要小心他们自己的人生的安全了 现在也起了手势 要所有人员现场 不要再靠近火警 而且要一旁在这个工厂 旁边工厂里面 有一些作业的人员 要立刻来撤得出来了 那么以上是现场的最近情况 要把前镜头交一个棚内 我们下关了一项 您现在在哪儿